就是有点上头了 你知道吗 从此以后我们就有更多可以骂的对象了 再也不是直接骂Nike了 直接骂JB了 根本不知道他穿的到底是个PE还是啥 Hello大家好 Hour10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的新的一年都能够事事顺心 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是远离COVID 或者说COVID远离我们 对COVID滚出 这期视频的内容是跟大家分享 2023年我就期待的时双乔丹复刻 其实本身就录好了的 但是因为录的那期视频的内容 在过去的几天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了好多新的内容有好多被删掉的 比如说哥伦比亚乔十一说不发了 加马兰乔十一又说不发了 所以说整个这个名单必须要做一个全新的修改 导致于说干脆咱们就重新录一期吧 反正大过年的来都来了是不是 首先乔八季后赛配色 这一次在23年将会复刻 我手里拿的是07年还是08年的复刻 所以是很早的一批了 这个时候的乔八复刻 它的鞋型也好 材质也好 做的都特别好 所以希望这一次23年复刻回来的乔八 能够向这一双看齐 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对乔八比较陌生 或者说不是很喜欢这个鞋型 但其实这个鞋型本身第一 穿搭起来很好穿的 第二就是冬天它真的是特别暴暖 这个配色远看可能没什么 但实际上它有很多小细节 是只有这个版本的GEO賽乔八才有的 比如说像后面的TPU上的涂鸦涂案 鞋底的涂鸦涂案 以及整个内衬的颜色 这个都是只有这个配色才有的 而且这个也是乔丹在第三个总冠军 总决赛期间的御用战靴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期待的第十名 乔八GEO賽 接下来第九名 乔十三小麦配色 如果是我个人情感的话 它可能会排在非常高的名次 但是如果要客观一点看的话 它基本上够的第九名就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配色毕竟第一不是元年配色 第二当年复刻的时候 也没有惊起多么大的这种惊涛海浪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小麦配色是乔十三历史上 第一次复刻出的第一个配色 我对这双鞋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强的一个个人情感 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学长 当年他就有这双鞋 然后就先借给我穿了 我们也因为这件事情 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喜欢球鞋 技术球鞋的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领路人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这双鞋的意义是非凡的 给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 当年乔十三复刻的时候 这个鞋头的皮质 很多人都说我吐槽 新复刻乔十三鞋头皮不好 如果你经历了这个时期鞋头皮的话 你很难去接受 新复刻乔十三的鞋头皮 第八名乔三 这个是乔丹当年的PE配色 我手里拿这个不是 这个是当年复刻的真蓝配色 这是09年的版本 然后真蓝配色第一次复刻回来 那是01年我记得 正好是乔丹复出的时候 所以乔丹那个时候也穿了他上场 也算是做了一个宣传 只不过他穿的那个版本 听说是PE版本 并不是真正的市售版本 这个是最近才听说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个视频的清晰程度 根本不知道他穿的到底是个PE还是啥 包括我 包括很多当年的那些纸媒体 其实都会把乔丹说成穿的是真蓝 所以说这个真正的PE配色 是这两年才开始说出来的 至少在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真蓝的底子 而真蓝乔丹本身我就是很喜欢 所以说今年如果复刻回来的话 我是肯定会买的 第七名 乔丹二Cherry配色 这个很多人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双鞋 我自己没有那么期待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09年的复刻 而且我穿的也比较少 再来一个就是我本人 这只代表我本人 我对于Cherry这个乔丹二配色 相对于其他一些元年的乔丹二配色来说 绝对不是最喜欢的 我觉得元年乔丹二 咱们要排名来说的话 第一名是GioSite 第二名是Taxi 第三名是Obsidine 我觉得这双鞋 就像我之前在某一个视频里有讲过 就是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空洞 虽然说很多人非常非常期待 到最后应该还是百卖的一个状态 原因就是因为乔丹二这个鞋 本身就炒不起来 而Cherry这个配色 记得现在去网上找一些元年的版本 它的价格依旧不会很高 当然我猜测的也不准 之前我猜测芝加哥乔丹还不会起飞呢 很多人就说你说不会起飞我等了 就等了之后反映我买不起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信我说的话 我就胡说的 接下来第六名 乔丹 熊猫配色 今年将会发售一个乔丹85的版本 我本身对于这个配色和这个版本特别期待 但是良心话讲 最近看熊猫配色看了有点上头了已经 就是有点上头了你知道吗 尤其是我们家那位最近也太穿他的熊猫蛋壳 每天穿 我每天一低头 熊猫蛋壳 熊猫蛋壳 所以对于一个相似的鞋型 同样的配色基本上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 但是熊猫配色的乔丹 真正的高帮乔丹 历史上复刻的次数还是很少的 我售理拿的这个应该是一个12或13年的复刻 如果没记错的话 CDP之前08年的时候复刻过一次 然后就没了 而且CDP那个版本呢 鞋车上面也不是Nike 是非人标 如果是5年前10年前发售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无人问津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买的状态 但是放在2022年23年 这种熊猫配色 大行其道的年代 我相信乔丹85这个配色应该是比较难买的 接下来第5名 就是每年都说要复刻的 乔丹机游赛配色 在今年 它终于终于终于要来了 我自己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复刻 依旧不抱很大的希望 还是那句话 乔丹的鞋型现在做的不好 材质做的也不好 我手上拿的这个应该是2010年的复刻版本 其实这个版本已经蛮差的了 只不过当新复刻出来之后 有可能这个版本变得还挺香的 机游赛乔丹3配色 顾名思义 就是乔丹在机游赛的时候穿的 全明星的时候 乔丹也穿了这个配色 所以也叫全明星配色 跟其他乔丹3配色区别 就是在鞋舌上面 它有一个小圆圈 这个也象征了当年 这个Jordan Brand真正的成立 从此以后 我们就有更多可以骂的对象了 再也不是直接骂Nike 直接骂JB了 不过这一次乔丹3机游赛的复刻 是更加在配色上来说 更加接近于元年 比如说像鞋底 本来这个复刻版本做成了红色 元年是灰色 这一次的话又做回了灰色 接下来第四名 这双鞋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就是乔丹3 Thunder 作为当年Jordan Brand的网线产品 雷公电姆 可谓是当年超级超级添加的鞋 只不过后期的时候 随着不同的版本复刻之后 价格慢慢就跌落成坛了 尤其是Thunder这个配色 第一次复刻之后 整个价格就开始完全走低 直到过去几年 乔丹的热度回来了之后 又开始重新走高了 这一次复刻回来的版本 我自己还是非常期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不久 前前不久 把我的Thunder乔丝给出掉了 因为我觉得 之前的复刻那个版本 实在太拉了 而0506那个批次 即使现在买回来 也都不能穿了 鞋面基本上都烂掉了 鞋底也是烂掉的 所以这一次复刻的版本 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好的 最适合入手的一个版本 就跟之前复刻的 Lightning版本是一样的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不出意外 很有可能会成为 我2023年最期待的一双乔丝 接下来第三名 乔11 DMP配色 之前说是哥伦比亚蓝 后来是加马蓝 后来说两个一起发 那现代的话 干脆改口编成了DMP 到底是哪个无所谓 是哪个可能都会放在第三名 如果真的做DMP这个配色回来 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的确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配色 良心话讲 其实最近复刻的DMP乔6 做的还真不错 但是以乔11这两年的质量 包括材质的尿性来说 应该不太可能能够跟 06年复刻相提并论 06年复刻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当然本身就是Cancour的底子 只不过没有任何Cancour的颜色在上面 后盖还有金色的Junkman 金色的R13 鞋底的话原本紫色的部分 就变成了黑色 还有黑金相间的碳板 这个就是DMP乔11上面 比较特别的一些设计 我自己肯定会买 然后肯定会做个视频 但是应该不太会有太多的这种兴奋感 如果没有过DMP乔11的朋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比较兴奋 比较期待的 接下来第二名 黑头黑脚趾乔11 这双鞋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的 虽然这一次可能还是做成一个脚皮的版本 然后鞋型可能还是做成 跟芝加哥是一样的 就元年来说 其实黑胶纸乔1是最稀有 最稀有的一个版本 原因就是后期的时候 全部把这个产品变成了芝加哥乔1 导致于芝加哥乔1 一卖就卖了一年两年 而前面的黑胶纸乔1的话 就很快就停产了 所以说元年版本的黑胶纸乔1 是最少见的 而之后复刻的版本里面 黑胶纸其实也算是做的比较少的 像我售理拿的这个 也是一个12或13年的复刻 然后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次复刻 然后就没了 而这两个版复刻 其实现在都不是很好买了 所以这次终于做回来了 我自己是必入 我觉得这个配色 第一非常非常经典 第二 它的确是真的很稀少 第三 也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穿 接下来第一名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猜到了 第一名是什么 没错 就是白水泥乔3 这一次复刻回来 我是特别兴奋的 希望能够早点拿到 我看很多人都已经做视频了 包括像18爸爸 他已经做过视频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视频 看看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还没有看任何人的视频 因为我不想被我的期待 或者说现实中的一些差异 而影响了我的判断 我希望我拿到鞋了之后 我能够给我最主观的一个判断 白水泥乔3 真的是复刻了很多很多次了 但是每次回来 依旧还是卖光 然后也是很多人心目中 这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而这一次复刻的版本 在我看来是 有可能是 即94年复刻以来 最好的一个版本 咱们说03年复刻的 那个白水泥乔3 其实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那个版本 毕竟没有什么后跟的Nike 或者说鞋底的Nike 并不是那么那么的回归元年 其实鞋型上来说 应该是跟去年这个火红 是没有大的区别的 但是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把爆裂纹变细 这个是我每年都抱怨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 可以把爆裂纹做的细一点 它这个爆裂纹一旦做细了之后 整双鞋立马就感觉 往下沉了很多 然后看起来的话 就舒适了特别特别多 加上整个鞋型的改变 然后加上一些做旧的处理 那这双鞋 势必会成为2023年 我最期待的一双乔丹的复刻 当然一些还是以实物为准 当我拿到实物之后 会跟大家分享 它到底值不值得 我的年度TOP1期待的榜单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那种了 我刻意没有挑很多 什么联名的版本 因为我觉得联名这个东西 慢慢的已经被玩烂了 而乔丹的话 真正重要的还是它的元年配色 或者说一些很经典的 当年的新复刻的配色 而且对于我来说 像小麦乔兹3的话 是有一个个人情感在的 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远比什么所谓的联名 限量什么倒沟 这些东西要重要的 多的多的多的多 在视频结尾 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2023年都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鞋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个频道 我知道最近 虽然说我更新频率没什么变化 但是播放量也好 关注度也好 的确是有下降 但是2023年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 比较大的变化和计划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一下 跟这个频道再跟一段时间 再过几个月之后 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全新的 我和全新的这个频道的内容 再次感谢各位 如果你看到了最后 千万不要忘了 带我们考个1 也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我的内容 我是Tan 咱们下期见 拜拜